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在上一集里呢 师父谈到了十二因缘的未来生 有生和老死 那么事实上师父说生老病死呢 它们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 而且是四者是并行的 也就是说与生俱来的 有生就有老和病死 那么师父也提到生老死跟生灭是一样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小姐好 师父您在上一集里面提到生老病死这样的过程 您说这是不能截然化繁 而它是并行的 那么您也提到生灭 好 这两者其实是一样的 是不是可以请师父做更深入一点的解释 通常讲生与死的时候 是一个人的一生之中 这个两大现象 从出生这个叫生 然后死亡的时候叫死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之中的两大现象 一个头一个尾一个起一个中 也叫做一个死一个中 那死叫做生 中叫做死 起也叫做生 那继续那就叫做死亡 那这个生命就不是这个样 就是一个头上一个尾上 而是说它时时刻刻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的头发天天长 我的胡子也天天长 我长了胡子长了以后 如果不刮它呢 它会长出来了 长得漫漫长了 因此我天天要刮 这是为了说诊缩 疑容 所以说早上起来一定要刮胡子 那就是我的胡子的生 胡子的蜜 胡子生起来了 我明天第二天早上把它刮 就是蜜 其实我们身体上的任何部分 都是在 新生代谢的生命的随时最低 我们叫做生命 但是这个福法里边讲的生命 主要的倒是讲的心 这念头的生命 念念起念念没 这一念刚刚起的时候 上一念已经没 好像是说我坐这个位置 如果我不空开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坐不进来 一定要 我先空下了一个位置 那我走来以后 另外一个人可以坐上这个位置 那每一个念头 等于是每一个人 念念不回头 走掉了 再来一个念头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 不是当下的刚才的那个念头 人的这个心 心的念头 就是这个样子 不断地在起 不断地在消失 这是起命 我们叫生命 那这跟生老病死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生老病死 就是由一念头的起命 而形成的 怎么说 那我们在过去呢 曾经讲过一个形 对 那个形就是心里边的 一种鞠断 对 一直要做 那然后呢嘴巴要讲了 然后呢身体要动了 嘴巴讲身体动 心里已经有一个决定要做 这样子的时候就形成了 是 一个是 那么这个就是果报 因造了以后就有果报 那我们的生命 就是因为念头 念头 念头 念头的一念一念的呀 在互动 那念念的互动 那推动着 我们的身体的行为 语言的行为 那语言的行为 身体的行为 加上我们呢 这个意 意识的行为 也就是心理的行为的时候 这就会变成了 一种意的力量了 所以这个生命的念头 就造成了我们的生死的果报 生生生生生 其实呢老是在死死死死 那生命的念头造成了我们这个人的从生到死 从生到死 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 在每一生之中 有无量无数的念头 这个每一个念头都影响到我们的行为 这个我们的行为就能够造成了业的力量 这个业的力量 我们就讲过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过程之中的一个主体 我们叫它是 就是认识的是 是 意识的是 认识 那么这个东西如果没有新的话 如果没有新的力量 不能够形成 所以新的生命重于我们身体的生命 这个《十二音乐》里得讲的生命 是 或者讲的生死 一个从大的现象来讲 从出生到死亡 在它详细的细腻的来深入的考察 是注重在念头的生命 念头的起灭 才是真正造成我们这一生过程之中 是 接下来种种的未来的果报的因 是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呢 我们就可以 如果是不是可以让念头不生 或者是说让念头可以灭 然后我们可能就可以了断这个《三十二音乐》了 对啊 如果能够坏的念头不起 还有呢 自我中心的念头不起 并不是等于说变成一个职务人 心理的活动还是有 自我中心的自私的自力的这种念头没有 那我们叫做烦恼不起 烦恼的念头不起 这个就变成智慧了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生于死就没有了 是 我们下集继续来谈 非常谢谢师父开示 那么了解生命呢 的确是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的一生来说都非常的有启发 这装中呢 道理非常的深奥 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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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